有一張是不是 我聽說有個尺度很大的 只有貼胸貼的照片 就是溫泉系列 我已經很興奮了 群群報喜訊仍有追求者 第二本寫真 載破尺度 只貼胸貼 我興奮 你知道嗎 我好興奮 熊弟們是不是興奮到模糊了 群群第二本寫真書 載破尺度 五千本下量版 五分鐘內就被搶光 為了宣傳 他摔個八公斤 連一奶都修工成低皺碌 有特別因為要拍攝 然後就每天都只有吃一餐這樣 我早上的時候會喝一杯咖啡 然後就一路沉沉沉沉 沉到大概五六點 就再吃晚餐 大概我的池應該有個 兩個月吧 三個月 有一張孫師 我聽說有個尺度很大的 只有貼胸貼的照片 就是溫泉系列 哇 就是溫泉系列 因為其實第一本書的尺度也是裸背嘛 是 但是第二本書 呃 我自己覺得尺度比較大 是因為 溫泉是你下半身沒有穿 但是因為上一本 還有穿牛的感覺 因為前一陣子不是 因為剛好謝忻也是發寫真嗎 可是卻發生了一些什麼 影片、照片、外流的一種事情 如果啦 當然你不會發生啦 如果是你的話 你會理你 其實我在拍攝的過程中 有拍到一些照片 不宜公開的照片 然後我就有特別跟尼西說 拜託要刪掉 雖然沒有露點 但是就是拍到雙雞還是會覺得 有點怪怪的 對 然後尼西就是放心啦 放心啦 所以如果你在市面上看到我的那照片 那可能就是尼西 反正大家都知道攝影師就是他 現在這麼忙碌 感情部分有任何的桃花嗎 我一直以來都找一個順其的 順其是啦 但就是不會避諱啦 就是不會避諱說 認識新朋友或什麼 但是就是目前現在的狀態 其實也沒什麼人幫我介紹 可能有一些聊天的對象 但是不覺得他們一定是 追求者或是有一定要發展 我就覺得 有人找我聊天 我就跟他聊天囉 但是有沒有發展 就是我覺得是 順其自然 順其自然 但是有可以 比較可以聊 比較多事情的 異性朋友 就是有幾個 有幾個還不錯 這樣 但你也沒有設定說 一定要幾歲前 要有一個對象 其實沒有耶 其實沒有耶 我覺得他就就是 不要 不想要給自己太大的壓力 雖然說我爸是有問的 哈哈哈哈 甚至怎麼樣啊 沒有男朋友嗎 就說 我們沒有啊 如果很忙耶 齁 然後說 你看你那個同學 你看你那個同學 你看你那個誰 是 就是會提這件事情 但是我就覺得 嗯 不要急 比較好 好